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随着NBA常规赛赛程的深入,东西部球队的竞争格局日趋明朗,在东部,开尔特人队已经建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雄鹿和76人虽然紧随其后,但似乎难以撼动前者的地位,而在西部,局势则更为复杂多变。 一些昔日的豪门球队,如勇士,在本赛季的前40场比赛中,仅取得18胜22负的战绩,陷入了可能进行重建的困境。 维金斯和保罗都成为了潜在的交易筹码,球队的年龄结构偏大,身高偏矮,速度偏慢,以及过于依赖外线投射的打法,使得他们在防守端面临巨大的挑战。 胡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尽管他们在一些关键比赛中表现出色,但这主要得益于詹姆斯的稳定发挥。 然而,在漫长的常规赛中,既往于詹姆斯一直保持高水平的表现并不现实。 相比之下,快船队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们取得了23胜7负的骄人战绩,同期表现高居联盟榜首。 快船队的成功得益于球队内部的团结和主教练泰伦卢的巧妙调度,他善于将问题摆在台面上。 引导球员自我反思和改变。 美媒的数据显示,快船队的三巨头五人组阵容在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具体到球员的表现,哈登、鲍威尔、乔治、伦纳德和祖巴茨的五人组合在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他们的进攻效率和防守效率都高居联盟榜首,百回合竞效率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加四四。 威少在快船队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他的数据并不抢眼,但他在防守端的真实正负值却高居球队第二。 他全力以赴的比赛态度和对球队的无私奉献赢得了球迷和队友的尊重。 快船队的成功还得益于球队内部的化学反应和球员间的无私奉献。 乔治从最初对哈登的不信任到如今的无条件放权、威少的大局观和甘愿替补的精神都是快船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哈登和伦纳德作为球队的领袖,在吸引对手防守注意力的同时,也为队友创造了更多的得分机会。 对于快船队来说,常规赛的目标是确保西部前四的排名,他们并不急于争夺第一的位置,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首轮就遇到强敌如胡人或太阳。 泰伦卢目前的任务是保持核心球员的健康和状态,同时让新加入的球员更好地融入球队。 随着季后赛的临近,快船队有望展现出更强大的实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哈登的领导力,小卡的稳定发挥,以及乔治的全面表现,都将是快船队在季后赛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本赛季的快船实力强劲,他们拥有四位全明星级别球员,并且还有着一批状态不俗的板凳替补。 这些球员都可能在某个夜晚手感爆棚,以一己之力就击溃对手。 除了纸面阵容的强悍,快船如今的化学反应也让人羡慕。 在莱昂纳德降薪续约之后,快船完全有能力将四巨头全部留下。 在这样一套阵容的加持下,快船有很大概率可以在未来几年时间里拿到队史第一座总冠军。 而快船本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迎来了MVP级别巨星哈登。 在加盟快船之后,哈登彻底是放了自己的组织才华,而这正是快船在过去一直欠缺的。 在哈登的串联下,其他队友打得更加舒服,莱昂纳德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新高的比赛效率。 在有哈登分担组合和进攻压力的情况下,莱昂纳德在攻防两端都效率拉满。 乔治同样受益匪浅。 过去,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外线投手,有了哈登这样的控场大师传球,乔治的效率也更高了。 虽然哈登的到来让威少只能区区替补席,但他带领替补阵容的效果却非常好。 在足够多球权的加持下,威少也能放开手脚,越打越自信。 如今,回想起当初那笔快船和76人的交易,算是达成了双赢的局面。 赛季初,76人和快船达成九换三交易,费城把哈登,塔克,彼得鲁舍夫送往快船,换来马库斯,莫里斯,考文顿,巴图姆,以及小马丁,外加三个手轮,两个次轮间。 哈登让快船脱胎换骨,76人得到的新援,也让球队稳居东部前三。 快船如今的阵容适配度很高,虽然是多具头带队,但他们的打法又十分互补,这让快船未来的争贯前景十分光明。 莱昂纳德作为球队第一核心,拥有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实力,而新援哈登和威少都是可以为了总冠军牺牲一切的人,他们肯定会竭尽全力帮助球队赢球。 球队老板鲍尔默也是出了名的土豪,管理层也不用因为钱而发愁,种种迹象都表明,快船或许真的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而76人也没有因为哈登离开陷入绝境,恩彼得是新赛季的得分王,还有望拿到新赛季的MVP,马克西则接班哈登,成为全明星级别的后卫,76人的战绩,高居东部第三。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NBA最新球员交易价值发布,尼克斯·约基奇连续第八次排名第一,勒布朗·詹姆斯跌到第47,成为年薪超过4000万美元球员中交易价值最低的。 球员交易价值主要参考八项数据指标,分别包括球员的天赋、数据产出、过去的表现、当前的年龄、可交易性、比赛位置的稀缺性、当前合同情况和未来前景。 本次发布的球员交易价值是第八版,约基奇持续排名第一,成为交易价值最高的球员。 交易价值前十名球员分别是约基奇、东基奇、阿德托·昆博、吉尔吉斯、亚历山大、塔图姆、文班亚马、爱德华兹、恩彼得、哈利伯顿和德文·布克。 库里的交易价值下降到第11,杜兰特则跌到第20,欧文第53。 哈登由于处于合同年而且多次申请交易,交易价值已经落到第92名。 哈登本赛季的薪水为3568万美元。 在快船队厂均17.1分8.5助攻,投篮命中率46.3%,三分球这里42.8%。 哈登的交易价值大幅度缩水,主要原因在三个方面。 处于合同年,交易后不确定是否承诺虚约留队,且虚约谈判很复杂,虚约性价比很低。 34岁年龄,进入职业生涯后期,比赛竞技状态和身体健康度存疑,多次申请交易不确定性太高。 本赛季结束后,哈登本人表示将寻求一份顶星合同,再加上季后赛总是迷失自我,哈登被标记为并不出色的不良交易资产。 詹姆斯本赛季和下个赛季的薪水总额9714万美元,他进入职业生涯第21个赛季,似乎没有衰退迹象,39岁年龄还能打出场军24.7分,7.6助攻7.2篮板的数据,投篮命中率52.1%,三分球命中率38.9%,两分球命中率达到62.6%,与2013-14赛季相当。 然而,詹姆斯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当高,包括他本赛季结束后,基本确定拒绝执行球员选项,成为自由球员,可以选择退役,可以选择加入选下布朗尼的球队。 詹姆斯随时可能会选择离开。 再加上年龄,健康因素,这让詹姆斯的交易价值很难确定。 从市场价值方面来说,詹姆斯只要打一个赛季就有很高的价值,可从一支球队交易方面考虑,詹姆斯毫无疑问是年薪超过4000万美元的球员中价值最低的那一位。 几乎所有NBA球队高管都表示,不会考虑用首轮选秀权和本队球星打包换詹姆斯。 尼克斯队会考虑用兰德尔和一个选秀权换詹姆斯,骑士队方面愿意用米切尔·加洛维尔换詹姆斯的一年使用权。 热火队接受调查室表示,如果胡人队同意洛瑞、邓肯、罗宾逊、尼古拉、约维奇的交易方案愿意达成这笔交易。 此外,勇士队管理层愿意用维金斯、摩西、穆迪和第二轮选秀权换詹姆斯。 戴维斯的交易价值排名第15,远高于詹姆斯。 主要原因是戴维斯本赛季打出了接近MVP的水准,而且身体状况保持着少有的健康,有希望入选年度最佳阵容。 还有一点,戴维斯提前完成了续约,任何一支球队得到戴维斯都可以作为长期坚定的战术核心。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感谢大家。